就在最新的搜救進度 那麼呢 其實昨天判斷這新國夫妻 可能在這個五間屋附近 不過呢 剛剛稍早的時候 有一名核心導遊 說他當時有帶一對這個德國遊客 來到這邊 但時候德國遊客 有在一個觀景台的地方 拍到他們夫妻倆的最新身影 但是呢 這個地方的距離 五間屋還有500公尺 所以他會把這個瞬息 帶來搜救隊 來給他們做一個新的研判 那他剛剛也有說法 我們先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在這邊前面一點 就是一個觀景台的部分 觀景台的部分 因為我德國人 德國人他去到日本之後 我一直有跟他聯繫 我跟他要求說 你去回想一下 或者是你有拍照 有不小心有拍到他們的時候 你趕快跟我聯絡 後來我們一直聯絡 聯絡到事發的第三天 他才說 我有發現 是不是這兩個 這兩個是不是新加坡人 我說我趕快 我趕快提供我 因為我第三天 我就是 第應該算是五號 五號的時候 他這個 他這個簡訊就傳給我了 我一直有跟他在做聯繫 跟那德國人 德國那個兩個客人在聯繫 他就說 看看這個影片對你們有沒有幫助 可以聽到剛剛導遊有向我們透露 這個地方其實就在觀景平台附近 距離這個沙卡蕩的步道口 大概有一公里 所以大部分的遊客如果走完這一公里 很有可能會在這邊休息 那他們這個身影拍攝到是距離地震發生當下 大約還有將近大概20分鐘左右 所以他們研判呢 如果有在這邊休息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在這個地方 不過呢 也不排除他們有沒有繼續往前走 但是還沒有走到五間屋的地方 他都把這些訊息提供給救難人員 希望能夠協助他們判斷位置 可以盡早找到這對新國夫妻